以孝卿养生的概念出发 蓝阳技术学院为了培育对社会关怀 以及结合厨艺技能的优秀学子 他们开发一系列的缩短食物里程菜色 借由在地食材的故事 把这些餐食送进独居老人 还有高龄长者的家中 陪伴老人家透过餐食来怀旧 在庙城前伴桌 这群餐饮系学生端出了美味佳肴 上演一场在地食材的上菜秀 蓝阳技术学院餐饮系老师 有感于大学生学习餐饮技能 应有更多社会关怀与环境保护的赔力 更要对食材来源有深度的认识 因此 皆由缩短食物里程的在地食材 以伴桌的方式呈现创意料理 这个食材的话 大概都是最短的距离 然后最天然的东西 还有有机的小龙所制造出来的 效法社区办理长青食堂的概念 推出效养餐 是结合青年与银法族 共同发想出来的 期待借由大家关心周遭的老年人 也能够带入健康食材 掌握长者生活脉动 包括有具有一技之长的银法族 我们把它照顾得好就好比我们的无形文化资产 就越容易被保存下来 所以我们当初的设计里面是这样子 那今天很高兴有透过这样的一个活动 能够把它实作 而且把它呈现出来 未来我们希望可以把这样的菜色 可以更加的落实跟推广 未来这些美味的在地餐食 将送进阿公阿嬷的家中 透过青年学子的参与 能够一方面关心长辈的身体状况 一方面为老人家说在地故事 透过餐食怀旧也能顾健康 而且卫视吴威如 赖志请宜兰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